我的創作大部分都是开始于一些关于路上的设施观赏 或是一些人造物设施 然后投入自然环境的一些当下的状态 会透过一些材质转换 特别是用报纸的纸浆来理防一些 或者是混凝土的这些设施 注重的是它们表面的一些机理质感 回应到说我观察这些物件 它们就与环境的一些当下的状态 这一次来总额注册的项目是叫石头的纹理 我是特别设定在周恩西有两个河段去做我的踏查对象 分别是御峰南河宴跟御峰大桥这两个河段 选取这两个目标地点是因为 这两个地方都有大型的人造设施跟环境做一个互动 我们可以很直接的观察到这些人为的产物跟自然环境 它们互相消磨循环一个回圈的状态 最终它们会达到一个平衡一致 我认为是一个关于现代河流性的一个地景景观 镜头在场场可以看到很长的一些水管串流在整个场场中间 我们可能要跨越这些水管 这样的身体行为跟这个水管的对象 对应到下潜于河床的一些切入口 当我们越接近人跟河流接近的地方的时候 会发现到有很多这种水管 所以我认为这些水管的状态 就等于是我们现代人跟河的一段距离 我们并不需要身体非常的靠近河流 我们就可以饮用河流的水 这造成了我认为是我们现代人跟河流的一个距离 感受最直接的一个对象物 再来是我利用那个雕塑拓抹 利用锡箔纸 在玉峰大脚河段下的这种三维胶石的延层 化石延层上去拖映这些石头的纹路 或想取样的石头对象外的那一个河床的空间感 所以我直接把我们可以称之为模具的东西 直接在展场中做呈现 它所表达的其实是关于石头的一个副空间 那这个副空间我们可以说是河流水流 或空气或任何戒指 可能会经过石头上的一些东西 我就试图用这个手法 把河床上的空间带到展场来 另外一个对象是我在玉峰南岸宴观察到 只有顶部稍微裸露出水面的销波块 河川的侵蚀 导致这些设置可能会加速的毁灭 那我观察到说这些销波块跟销波块的中间的缝当中 卡了非常大量的一些原生的石头或是木头 所以我当下的感受是这些销波块就好像是一个塞网 所以我在展场当中就特别还原了这些销波块的状态 然后把我在这两个河段所采集到的比如说是 宝丽龙所磨成的石头 或者是一些人造的混凝土磨成的石头 把这些人为的自然的广义的石头 都纳入到这个销波块的场域当中 做一个河流整体的一些关于时间跟事件的一些在线 我特别是用我的工作方式以雕塑的一些手法 回应到说我自己身体感知 进入到这些河流场域的时候的一些面对空间 面对这些物件对象 包含石头人造设施的一些身体感受 我把所取样的对象搬移到展场 目的也是希望当观众进入到展场的时候 可以体验我在河流现场环境工作的一些过程 跟身体感受跟一些对于这些环境状态的一些想法 感谢观看